警方货报赶到车祸的现场 看到一名男子倒在重机旁 虽然重机已经被热心的路人协助扶起来 但是男子的腿部已经被排气管给烫伤 警方先将男子送医治疗 在医院发现他全身酒味 虽然男子否认喝酒 但路人指证他就是重机骑士 男子这时居然还得意的向远景说 我就是前一天上电视的那个乱入歌 他又不断的拿自己的手机 就是把昨天的新闻网页 拿给我们同事看 然后表示说 他自己就是昨天曾经上过新闻的 那一位乱入歌 那我们同事当场给他酒测 酒测值就是0.93 警方调查 廖姓男子前一天酒后 提升价值155万元的重机 没戴安全帽 发出轰隆巨响 在火场附近穿梭 甚至还跳起舞 引发民众不满向警方检举 当时他酒测时0.73 被警方喊送 没想到隔天 竟然再度酒驾进了警局 他意思是说 我之前我认识很多警察 我曾经加入警友会 然后我可以就是请警察朋友过来 我们同事说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依法处理 酒驾乱入火场耍帅 妨碍旧灾乱入歌这回再度上电视 不过却是酒后骑车自摔 狼狈不堪 记得成果人员黄总盈 SG小组台中报导 咱们开始说 好